原标题 韩信依锦还乡 遇到当年欺负自己的恶霸 不但没杀他还给他封了官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 他少年时也不过是一个潦倒的小可怜 出身落魄贵族的他 幼年时父母就早到去世 无依无靠的他身上唯一一件值钱的物件 是组上流传下的佩剑 为了生存 韩信依销四处蹭饭 吃来勉强甜度 但是即使是这样艰难的活着 韩信还是遭到了不少机房相亲的嫌弃 有些街房觉得他是个只会要饭的讨饭鬼 有些人不待见韩信天天带着佩剑 在街上四处游荡的样子 这其中有个地痞对韩信的意见最大 有一日他结下在街上走着的韩信 开始对韩信挑衅 地痞对韩信说 你天天带着佩剑是在装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有真本事 你就拿你的剑来刺我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众人见着场闹剧 纷纷聚集围观 并止不住地对话题中心的二人指指点点 小韩信战红了脸 从他人的当下爬过去 是对一个人极大的侮辱 但是那时候的韩信是单一谱 面对绑大腰人面露胸象的地痞 他别无选择 他只好忍下威愤 向地痞扶手 这就是有名的成语胯下之辱的由来 小韩信不甘心受此耻辱 他越发坚定自己的信念 更加刻苦地钻研武学兵书 事实不辜负韩信的努力 他的谋略和胆识 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排兵不正 或是出敌云不义的战术 都得到了部队上下的一致好评 他所领导的战斗军 得到了理想的战绩 正是由于韩信的优秀 他被刘邦策封被处罚 韩信出名后 他的乡亲们是既高兴又惊恐 毕竟认识了一个大名人 还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然而这些乡亲们一旦回想起 自己曾经对韩信做过的事情 人们又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性命 毕竟这时的韩信 想要收拾他们实在是太容易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韩信不仅没有取他 用的性命 反而给那个曾经羞辱过他的帝皮 加官尽绝 人们对此大感惊讶 而韩信对于此事的观点是 取帝皮的命这点 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若是想杀 他当年就可以杀 何必留在这时 而帝皮他确实是位烈士 始终为的不错人选 人们听到韩信的解释后 更加敬佩韩信 这样一位能忍常人之不能忍的人 怪不得能出人头地 而他这样以得抱怨的做法 更是使得他赢得了百姓的赞据 也不失为收拢人心的一种手段 对此不得不佩服 韩信广阔的胸襟和深沉的城府 参考资料 史记 和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